男人捡到的长生不老的女人 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 同龄的妇人们日渐衰老 女人却依然明艳照人 大家都羡慕大朗的好运气 捡来的媳妇不但漂亮还助言有数 当年大朗在山上砍柴时遇到了女人 女人说自己父母双亡 亲族霸占了她的家将她赶出家门 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 善良的大朗动了侧隐之心 于是把她带回了自己家 大朗家中贫寒 母亲拿出珍藏的白米给女人熬粥 还亲切地跟女人聊着天 用的还是刚才洗脚的水瓢 她似乎很喜欢这个平凡的小家 便决定嫁给大朗不走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 他们在草丛里追逐嬉戏 很快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女人一口气给她生了三个 期间大朗的母亲过世 村里人这才猛然发现 大朗这媳妇似乎不会老 这么多年模样一点没变 但每天跟媳妇生活在一起的大朗 并没有发现这一点 如今她的日子幸福美满 老婆孩子热炕头 谁能比她更幸福 晚上她贴心地给老婆编了双草鞋 让老婆赶紧试试 女人最喜欢大朗这份体贴 幸福地夸赞大朗手艺好 之后女人像往常一样在灯下缝衣服 大朗无意间看了一眼 突然觉得在灯光映照下 妻子的模样非常眼熟 她猛然想起一段尘封的记忆 男人捡了个大美女当老婆 女人温柔衔静 还给她生了三个乖巧可爱的孩子 但村里人渐渐发现 女人似乎不会变老 差不多年纪的妇人已经成了老玉 她还像个小姑娘 天天挽着花篮笑意盈盈 让妇人们羡慕不已 大朗对她也十分体贴 她的每一双草鞋都是大朗亲手编的 女人也沉浸在这温馨的小生活里 每天哄孩子睡觉 跟大朗一起干活 这天大朗给一家五口都编了草鞋 刻意给女人编的红色 女人非常喜欢 大朗也满脸幸福地享受妻子的夸奖 女人是玩鞋开始缝衣服 大朗无意间看了一眼 突然发现在灯光映照下 妻子的模样变得十分眼熟 如果周围变得清冷一些 大朗立即想起了什么 那年冬天特别的冷 她跟同村的大叔一起上山砍柴 中途被大雪堵住了路 两人伸一脚潜一脚走得很艰难 眼看这样下去不行 两人把柴都给扔了 减轻负重继续走 即便如此他们也被雪埋了 等大朗从雪里爬起来 眼前只剩下白茫茫的雪地 大叔也不见了踪影 天空扭曲成一双双眼睛的样子 吓得她转身想跑 却怎么也跑不出去 等她摔倒后再次抬起头 竟然又回到了树林里 大叔就在她不远处 两人艰难地挪进一个小木屋 一个雪白的身影却凭空出现 都说灯下看美人 但大朗看着在灯下缝衣服的妻子 却越看越恐怖 她想起了自己先前的经历 那年她跟同村大叔去山上砍柴 半路遭遇特大降雪 两人艰难地躲进一间小草屋 大朗先把大叔安顿好 又顶着大风关上了门 这时一个白色身影突然出现 对着大叔吹了一口气 大叔就被冻成了人形冰棍 大朗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雪女也转过头看向了她 她一步步靠近 大朗被吓得一动不敢动 但雪女看她长得年轻帅气 竟然说不杀她 但是她必须发誓 不能对任何人说见过她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行 为了保命大朗连连答应 雪女这才走出门外 眨眼便消失在茫茫大雪中 大朗回到家就病了 母亲担忧地问她发生了什么 她却什么也不肯说 好在她年轻底子好 病了几个月就康复了 再次到山上去砍柴 也是这次她遇到了妻子 刚才看到妻子的样子 她没忍住把事情讲给妻子听 妻子没有无表情地听完 然后告诉她那个雪女就是我 你答应过谁也不说的 如今你说出来 我也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外面飘起了雪花 家里的温度也跟着骤降 雪女化成圆形 快步消失在了风雪里 大朗拿出为她编织的草鞋 草鞋很快被大雪掩埋 大朗知道她再也不会回来了